我们刚刚看到在今天下午 扁案是要再进行了这个未证案的开庭 而在刚刚的时候 吴淑珍 陈志忠的人都已经到达了现场 而稍后我们也会有更详细的报道 而同时今天他们对于这个未证案的部分 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最新消息是 他们都觉得说这是判太重了 希望能够再判轻一点 而包括了陈炳勋他昨天表示了他翻供 而因此也希望在他的未证案当中呢 可以再获得一个减刑的一个诉求 而现在这整个事情呢 在吴淑珍的部分之前还传说他已经被倒毁了 他现在财务吃紧的状况 沈大佬怎么看现在这整个事情的发展 吴淑珍他怎么样面对他接下来的路呢 我对这个倒毁很感兴趣 而且还花了一点时间去想 吴淑珍到底是倒人家的话还是被倒毁 当然是被倒毁 因为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当然他不会去起会 但是他当时参加这个毁 应该是参加很久 不会是短时间的 因为最近一两年心情不好 怎么会去参加毁呢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参加 参加久没要收费的人 通常是贪力赚钱 没欠钱 没欠钱还是贪力赚钱 吴淑珍会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有进一步追究的必要 甚至他会去加毁 共同 真奇怪